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扎着简单的马尾 6月19号 在成都南站公务综合楼 95后女孩万新正在整理无人机设备 收拾当天外出拍摄需要的装备 2017年刚毕业的万新就进入成都高铁公务段 成都南桥路车间工作 2019年底 他被选拔为首批高铁飞行队队员 开始接受无人机飞行 系统操作 数据信息分析等知识培训 一切准备就绪后 万新和他的同事将出发前往成雅K20段进行数据采集 只要外出拍摄 他们都会背着20多斤的无人机设备 提着近10斤的移动电瓶 在周边环境复杂的高铁区段穿梭 寻找适宜无人机起飞的位置 我们现在到了成雅K20这里 大概位置在金马河 我们现在主要是测量一下 这里的微速微足 周围现在有很多高大的树木 主要是对它的树木的高度进行测量 然后看会不会倒幅上线 包括它的那个路基 桥墩 然后包括那个水 会不会漫上桥 然后我们都要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进行拍摄 形成照片 然后形成分析 温馨表示 外出收集数据 无人机起飞的位置需要选在空旷 开阔 平坦的地带 但由于西南地区独特的地形气候特征 树木生长茂盛 找一个适宜无人机起飞的环境往往需要走很远 每次外出 它们都面临着负重出行 炎热 蛇虫等难题 在山里边 然后走路的话 包括平常的那个作业 然后去爬山 然后还有就是女生嘛 肯定有一些那个不方便的时候 然后这些的话需要克服 然后还有就夏天的话 山里有蚊虫比较多 然后冬天的话会很暖 然后就天气的原因也需要克服一下吧 拍摄完成后 万星会将数据传回后台 利用拍摄的图片完成3D建模 进行数据分析 万星表示 3D建模后 精度可达0.01米 而无人机拍摄的图像传回后台系统10分钟即可生成全景影像 随着中国高铁线路越来越多 覆盖面越来越广 其安全巡捷 日常养护是一项重大艰巨的任务 成都高铁公务段党支部书记刘开雄表示 相对于传统的人工巡捷 利用无人机可以对高铁周边进行全方位巡捷 为高铁行驶提供安全保障 在我们这个高铁公务段管辖的范围内有很多的山区地方 在日常养护过程中 我们有很多人际罕至的地区 我们的工人去不了 他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就难以有效地发现这些安全隐患 无人机它就可以克服这些 就是我们检查中的一些不足 目前 成都高铁公务段共有四名兼备飞行与数据分析能力的飞行员 他们被称为是高铁线上的飞行队 是高铁线上的安检人 随着飞行队 数据分析团队越来越成熟 未来还将培养更多高铁飞行员